推荐,世间好男人汪瑞武,呵护露小曼四十年文风漏青筹,陈阿娇与魏夫子,作者简介风漏青筹,土生土长的北京人,在苏胡开博十年,七零后文学女中年,爱文字,爱生活本文由作者授权发布,陈阿娇汉武帝刘彻,是中国风建帝王中最知名的余卫,他七岁被立为太子,十六岁登基,在魏五十四年,他文治武功,雄才大略,并朝鲜,吞百月,征达冤, 破匈奴,奠定了汉家的王图霸业,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战略家,诗人,这样一个站在权力巅峰的男人,他的身边自然少不了红颜嘉丽,美人如云,抛开那后宫寂寂无名的本在三千,只说在后世史册上被反复吟唱了几位,陈阿娇,魏子夫,李夫人,沟义夫人,他们的故事每一个都足以让人荡气回肠,只是仿佛冥冥之中的宿命牵引,他们又无一则以善终, 下座帝王熙,风光与堆险并存,反不若寻常百姓家,一周一半安然自首,我们今天先来说一说他的结发之七臣皇后,一,金乌藏娇的千古传说,陈氏,是刘彻的第一任皇后,暂时书上姓名不详,生族元不详,我们姑且按照通用的叫法,称他为阿娇吧,陈阿娇出身高贵,是后面几个女子远远无法比拟的, 他的父亲是世袭唐一侯陈武,乃汉朝二十等级爵位之首的猎猴,母亲是汉景帝,刘起童母姐姐管桃大长公主刘嫖,所以,汉文帝是他的外公,汉孝文皇后斗士是他外婆,汉景帝是他舅舅,汉母帝刘彻和是他的表兄弟,这样一个地位尊崇的女子,与刘彻是嫉亲的表兄妹,二人自幼青梅竹马,又兼少年夫妻, 本应该幸福美满才是,可谁知最后怯弱的幽闭冷宫,郁郁而终,结局如此惨淡,那么他们的最初又是如何呢? 这就要提到一个人所供知的成语,叫做金乌藏娇,刘彻的父亲汉景帝没有弟子,于是就按照有敌立敌,无敌立常的规矩,历数长子刘荣为太子,长公主刘嫖希望自己的女儿陈阿娇能成为大汉皇后,于是就想把阿娇嫁给太子刘荣,在那刘荣有个没长眼的生母利姬,他居然不给长公主面子,公然拒绝了这桩婚事,管桃长公主是谁啊,即使是汉景帝都要给他这个姐姐几分面子, 一个小小的美女人,居然敢看不上自己,长公主怎么能忍,由此埋下了她改立太子之心,我们常说古代的女人,母婷子贵,子平母贵,特别是戴宫廷,有个给力的亲妈是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,于是一个有眼光,有脑子的女人登场了,她就是刘彻的母亲王志,说起这个王志真是不简单,她本来已经嫁过人并且生下了孩子,可就是这样她依然进了汉宫,并且成功地生下了刘彻, 虽然这个时候的刘彻还是个不起眼的焦东王,王志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美人,美人是皇宫的位分,但她的眼光远比愚蠢的力气强太多了,王志敏锐的定位到了馆头长公主,并且千万百计拉拢风营,以图为自己的儿子尚未找到一个强有力的盟友,有一天闲聊天的时候,长公主忽然问刘彻,那个时候刘彻还叫做刘智,智就是小猪的意思, 多么呆萌的名字啊,长公主说,智儿啊,你长大了要讨习妇吗?刘彻说,当然要啊,长公主就指着左右宫你问刘彻,智儿喜欢哪个啊?刘彻都说不要,最后长公主指着自己的女儿阿娇问,那阿娇将来给你做媳妇,好不好呢?刘彻说,好啊,如果我能娶阿娇姐姐做我的妻子,那么我一定要造一座黄金镀成的屋子给她住, 这就是成语金屋藏娇的由来,对于金屋藏娇这个事儿,后世学者多半认为这是王智的主意,是想刘彻那时候能有多大,根本不可能对幼小的阿娇产生什么男女之情,这很有可能是王智为了讨好长公主定下的遗迹,不管真相如何吧,金屋藏娇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美了,也为刘彻和阿娇的爱情蒙上一层浪漫的基调,二,少年夫妻却矛盾从生长公主的能力果然非同一般,定下婚事之后, 她开始全面与王智合作,为刘彻登上太子之位不遗余力的萌化者,后来太子刘荣被废,立即也被打入冷宫,而王智顺德的得到了皇后的封号,刘彻也被立为太子,到了刘彻登基后,果然不复前言,立成阿娇为正宫皇后,气揪起来,刘彻和阿娇之间到底有没有过爱情呢,我想应该是有的吧,毕竟二人从小一处长大,阿娇是个美人,而那时的刘彻也还不是无情的铁世君王, 所以少年的毕后应该也是有过一段幸福美满的时光的,只是这场婚姻本来就是于政治的企图,而身在帝王家,纯粹的爱情生存的空间太过渺小, 姑母先岳母的长公主一直就是以止歇史,再加上自己的拥立之功,在刘彻面前嫁子版的十足,无论在朝政还是在小两口的夫妻生活中,都在不断的搅局,而成皇后出身显贵,自由荣宠至极,性格难免交送任性,凡事不肯逢迎去救,反而处处争锋,年轻的天子正是愁处满志之时,可是面对一天比一天骄横的岳母和妻子,心里也渐渐失衡, 作为盟友同患难易,作为夫妻共富贵难,而成皇后还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就是无子,婚后十年无所出,一个皇后无嫡子,礼未想要保住实在是太难了,皇家最终子次,皇子们是江山稳固的基础,后宫美女如云,你生不了儿子,有的是女人能生啊,谁的儿子做了太子,将来都是天下的主人,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,即使知道通往防卫的路上都是血雨腥风, 也一样会有人前赴后继,于是一个决定阿娇悲剧命运的强有力的对手出现了,这个女人就是下一任的皇后,魏子夫 三,咫尺偏牙雀相见无期魏子夫出现的时候,谁也没有把她当回事,以为这只是一个新的玩物而已,因为她的出身实在是太低了,平阳公主家一个美貌的歌姬而已,陈皇后甚至都不屑于把她当成对手,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女子,渐渐地得到了刘彻无限的宠爱 对于魏子夫的得宠,阿娇也渐渐察觉到了危机,于是和母亲长公主一起,对魏子夫进行打击,也就引出了汉武帝朝的第一次巫蛊之祸 所谓巫蛊,就是利用迷信思想,制作象征真人的木偶人埋于地下,进屋施施以巫术进行诅咒,加害他人 巫蛊是古代妇女相互仇事时,发泄村愤通常惯用的方式之一,据说愤怒的陈皇后以巫蛊诅咒暗害魏子夫,刘彻之道后勃然大怒,下令彻查 因此是被诛杀者多达三百余人,而陈阿娇也以巫蛊的罪名被废除皇后来,退居找门宫 至此,夫妻二人终生不复相见,虽然后来管桃公主为女儿能够复宠 花费重金请大才子司马向如,且就长门不试图挽回军心,奈何于事无补 几年后陈皇后郁郁而终,巧合的是,很多年以后,鹰巫蛊之祸上位的魏子夫,也是鹰巫蛊之祸失事身亡 让人不禁唏嘘感叹,陈阿娇退出了历史舞台,空留下金屋藏娇,和掌门买富的典故千古流传 她和刘彻的爱情故事被诗人们反复地引勇着,对这位美丽高贵 但命运悲凉的皇后寄予了无限同情,王安石说,只此长门必阿娇 人生痴意无南北,心气急说,掌门是,准你家妻又物,额眉曾有人度 千金宗买相如富,默默此情谁诉,而李白说得最好 她在谢国命写道,汉必众阿娇,住之黄金屋,宠吉爱还歇,路深情却输 可破落九天,随风声诸欲,掌门一步地,不肯站回车 娱乐不上天,水不难再收,君情与泄意,各自东西流 昔日芙蓉花,金城断根草,以色是他人,能得几时好 爱的时候千真万从,金屋欲踏,荣宠无限 不爱的时候即使一步之遥的掌门宫,都不肯踏足回首 恩断一绝,覆水难收,狼心泄意,转眼成空 其实不管是陈阿娇,还是后面要说到的几位女子 何尝不都是以色世人的可怜人呢?不管他们出身如何,人生记忆如何 都难逃以色世人的悲剧,对于这一点,还是李夫人认识的最清楚 后面我们会再一次提到,阿娇倒下了,魏子夫站起来了 这位平民出身的新皇后,又会有怎样的人生呢? 请看下一回,平阳歌舞新成宠,言外春寒刺锦袍,汉武帝是什么原因,让汉武帝对祸去病痛下杀手 西江汉木密戏图,汉朝人真开放小编提示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进行转发和评论